大家好,我是東京走球的鮑勃 東京真的很好玩 在市區內玩個幾天不是問題 但行程的其中一天會不會想換個心情 離開這個大城市去看五地海景 到Outlet寫拼 爬個小山 拜訪古城 參觀國寶 或是看看其他地方的美食呢? 本期影片鮑勃就來介紹從東京出發 約一兩個小時內 就可以方便到達的一日遊景點 那我們看下去吧 位於利木縣西北部的日廣市 雖然人口只有將近8萬整 但總共面積達到1449平方公尺 超過台北市五倍的大小 有歷史 也有自然 所以每年吸引約600萬人拜訪 我們大約估個早上9點半左右到達日光 直接從車站坐巴士 或是走路前往我們的第一站 日光山神社廟宇區域 如果剛剛沒有在東京或火車上吃早餐的話 我們可以吃寺廟附近的上島咖啡 這幾個世紀以來 日光的神社和廟宇一直被視為神聖之地 而這裡與德川幕府時期的歷史 具有密切的關係 我們就來介紹日光山裡面 的幾個重要國寶以及文化財吧 其中最有名的日光董藻宮 為大名鼎鼎的德川家康的靈廟 始建於元和三年 現在所看到的這些金幣輝煌的射電群 是寬有十一年九月 江湖幕府三代將軍 德川家光 利用一年五個月的時間 都由280萬人力所完成的 大家可以慢慢散步欣賞東照宮的工藝 首先來看看國寶陽明門 號稱日本最美的門 門上五百多個雕刻建築 在陽明門周邊散步 欣賞國寶回廊 然後欣賞另外一個國寶堂門 不要忘記看一下鮑寶最愛的睡貓 由知名雕刻家佐聖武郎所製作 除了國寶建築以外 東照宮境內還有非常多重要文化財 認真看的話可以花好幾個小時呢 我們現在來介紹世界一場中的另外一個國寶 人王寺泰宇 這也是德川三代將軍家光公的墓所 這裡的國寶建築是拜殿 巷之間 本殿 跟東照宮一樣也是採用全線造的建築方式 與本殿跟拜殿兩建築間 以十間連接起來 與東照宮顏色稍稍不同 台幽影的顏色是以黑色、紅色、金色為主 台幽影的境內也非常多重要文化財 大家不能錯過喔 剛剛提到日光的惡社一寺 日光東照宮 日光山輪王寺 日光惡荒山神社 為世界遺產 我們就此介紹一下日光的其他世界遺產吧 二荒山神社有1200年的歷史 是日光的信仰中心 也是求姻緣的知名之處 另外鮑伯覺得這個朋友神社名字很可愛 對了 知名拍照景點神橋 也是二荒山神社一部分 也是重要文化財 跟二荒山神社一樣 倫王寺有1200年的歷史 基由奈良時代的聖道上人所建 本堂為東日本最大的木造建築 十分氣派 離開日光山這個區域 現在時間大概是中午12點 也就是中餐的時候囉 中午我們來吃美美的明治館 建築本身為登入有型文化財的明治館 是日本留生機之父 美國貿易商FW Pong的別裝 所改建而成的陽食餐廳 也是Tabelloku的百名店 剛好位在日光的神社寺廟這一帶 所以可以當成一個吃中餐的好所在 最有名的餐點歐盟單飯 吃起來非常的絲滑入口 在林上花的時間熬煮了法式醬汁 好吃 中餐結束之後 現在時間大概下午一點 我們來淺嘗日光的中餐四湖這一帶吧 搭乘45分鐘左右的巴士 來到華岩瀑布 這個瀑布真的氣勢磅礡 我們搭乘電斧梯來到瀑布的底部 觀賞中餐四湖的湖水 從97公尺的峭壁高處傾斜而下 觀賞我們華岩瀑布 我們搭乘10分鐘的巴士 來到中餐四湖的中餐寺 這個寺廟是剛剛日光山那區的倫王寺 其中一個寺廟 是一個看湖的好區域 拜訪完四湖現在時間大約3點半 我們在天色變暗之前 在湖畔三個鋪吧 沖蟬寺湖畔總長約25公里 最大水深為163公尺 是兩萬多年前 南體山火山融為噴發 所形成的燕色湖 明治時期是招號初期 是許多外國外交官的避暑聖地 現在也成為日本人以及國際觀光客的必訪景點 如果時間允許 我們可以參觀英國大使館別墅紀念公園 建築物是對明治維新帶來重大影響的 英國外交官薩道義的個人別墅 建於明治29年 現在開放一般民眾參觀 除了建築物本身很漂亮以外 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欣賞中餐寺湖畔 現在時間大概下午5點 在一區的設施也都慢慢結束營業了 我們的行程也要告一個段落囉 搭乘巴士回到日光車站附近 在附近走走秘食吧 包博園吃的晚餐 是日光車站經典旅館的吃到寶 今天一整天走了那麼多路 就用吃到寶來犒賞一下自己吧 我們的日光與日遊也結束囉 以上就是東京附近適合一日遊的行程 希望看完這部片 可以讓你來東京自由行的行程更豐富多元 如果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挖寶 以及加入會員 讓我們有更多的經費 拍攝更多優質的影片 如果想多多了解包卜跟文恩的話 也可以like跟follow我們的Facebook粉絲團 以及Instagram 大家下期再見 拜拜